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 同學應該是要會啦 首先我先問各位幾個問題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啦 請問你還要在用我的最愛嗎 有 啊你 蛤 我的最愛你還在用喔 網頁 是喔 啊你沒有愛很多嗎 沒有啊我分之六甲 然後呢還是愛很多啊 分資料夾只是有 有後攻佳麗有分 這是比較辣的還是比較那個而已啊 對不對還是比較林家小妹的還是 但是 你如果用我的最愛請問 你有沒有可能同一個網站有好幾個是重複的 有可能嗎 因為他 進首頁跟進你要的那篇文章可能不一樣啊 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 你們家的最愛已經走人了 你還擁抱在那裡 已經失蹤了 就網頁已經不存在了 然後你還擁抱在那邊了 你不知道有失蹤人口 有可能對不對 我的最愛就是有這種缺點啊 所以以前有那個 工具可以幫你檢查 我的最愛還在不在呢 還是已經隨風而適 對吧 那 為什麼說我的最愛 現在 已經不服使用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到的問題 還有 很多 就是網頁上的資料 其實 你不覺得你現在 好像用搜尋你找的 還比我的最愛好用一點嗎 因為隨便Google一下說有啊 你覺得你使用Google比較多 還是我的最愛比較多 好像齁 因為大部分都是你不知道的嘛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 請問 你有訂閱電子報嗎 沒有 有很多網站不是有電子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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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在訂 沒有 有過 有過嗎 曾經有過 那你覺得訂電子報 幫不方便 其實也不錯啊 他有新的東西 就會寄到你姓江嘛 對 那有的是會發廣告信 所以你可能會擔心嘛 那基本上如果這個網站 他的電子報就是 不是廣告信的 但是都是發一些正常的給你 你可能還是會訂對不對 但是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情 你應該多多少少 有時候有收到電子報的時候 可能有看過內容 也許是你喜歡的 對不對 請問這個電子報你會不會留下來 還是你只是看過的就丟了 沒有就丟了 沒有就丟了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覺得說我姓江不想要怎麼樣 太多垃圾在裡面對不對 你可能看過就丟掉嘛 對 所以 如果你還在訂的 待會 再講 再來一個 請問 平常各位 開機之後 第一件事情 你做什麼 上網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如果是網路壞掉 就是 就等於是電腦壞掉 他不是這樣嗎 明明電腦是好耶 但是沒有網路耶 就是電腦壞掉 那我們以前是壞掉的 對齁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情 你上網之後 你的首頁你都設誰 Google 你們都沒有設Yahoo 台灣算Yahoo還是第一名嘛 就是如果是首頁的話 很多還是射手 Yahoo 請問你除了上首頁射成Google之外 你還會開的第一個網頁 你會不會開第二個第三個 那你還會開哪些網站 Facebook Facebook 各位網 Line 還有沒有 社群的嘛 請問 總有些網站 你也會稍微去逛一下吧 那你每次都會逛同樣的網站嗎 還是會逛不一樣的 有可能會逛不一樣的 對不對 請問你 這樣從你開機 到你打開電腦 到你找到你要的資料 你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最好不要關機 那乾脆你就住在電腦裡面好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萬一停電的時候你會難過 因為也沒有電腦可用 那手機也不通 那手機也不通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如果真的停電 大規模停電 手機也沒用嘛 欸 好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 你會發現 你主要上網 就在於你要收集資料對不對 你想要看東西嘛 就要找資料啊 但是現在以前是開門 期間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現在是開門 FB Google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就算你再會去 頂多再去個十幾個網站 也差不多了吧 因為差不多該專心工作啦 該讀書啦 蛤 不是這樣嗎 還是就直接就 就不用上課了 拜拜老師拜拜 因為你花太多時間在什麼 在瀏覽那些東西 有沒有發現 所以 今天要介紹各位 所謂打造雲磚知識庫 有一個很重要的 收集資料也要有效率 你沒有效率的話 請問 我們剛剛講的 你能夠關注大概就頂多十來個 二十個 頂多給你五十個可以吧 你會不會你的瀏覽器開五十個分頁 應該不太會吧 可能應該電腦就跑不動了 尤其用Google的話 很傷記憶體 那怎麼辦 另外 萬一Google 如果找不到符合資料 該怎麼辦 有些關鍵字 確實是不容易找到資料啊 你都怎麼做 下次再來 隔幾天再來 因為你還是要找啊 對吧 所以 為什麼要問各位這麼多問題 需要啊 還有 你今天 我們剛剛講過 雲端硬碟面 不同裝置之間 是不是要同步 請問你 我的最愛 你都留在哪裡 你都給他留在家裡沒有帶出來啊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最愛 你不覺得你的最愛都留在家裡嗎 請問你在行動上網的時候你的最愛有嗎 有帶出來嗎 好像沒有齁 請問 如果你用我們這邊教室的電腦有沒有你的最愛 Google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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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是要登錄Google嘛 對 對啊 所以問題就來了齁 那萬一你在這邊找的資料 你要不要再把它登錄回去 假設這邊 假設在 就是公用電腦 比如說如果你是在像我們的機場也好 或者是捷運站啊 火車站 你會不會在那邊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因為我東西一旦登錄 我書店都跑上面 其實我這次他一直留在那邊 對啊 那你要不要在那邊登錄 好像要考慮一下對不對 公用的電腦你會考慮一下 我們這邊還遠 可能覺得 還沒有那麼大的威脅性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齁 其實有個東西 你看過這個之後 其實你可以善用一個東西叫RSS 雖然今年比較難過一點 Google有停了一個很重要的服務 被大家嚇到死 結果Google閱讀器 我也覺得很難過 明明很好用的服務他要停掉 因為他希望你轉移到Google家 他希望你轉移到Google家 可是那個服務真的被取代掉 他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所以我現在就找了另外的 另外的 只是原本Google一個可以做完 現在分成兩個才能夠做完 一個是訂閱 一個是負責搜尋 好負責搜尋 所以呢 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齁 來 其實我主要是用這個 Feedly 那我先把他登錄一下給你看 實際上 我所關注的內容 很多很多 有些網站 如果更新速度比較快 類似新聞網站 你大概可以每天都去嘛 對不對 可是在你的最愛裡面 請問有沒有哪些網站 是你曾經愛過 但是已經很久沒有關愛他 一定很多嘛 對不對 被你 藏在你的 後宮裡面呢 都沒有叫出來 齁 所以 其實給你看一下 我關注的 總共有多少 好 忘記了 這裡有 我關注的很多 很多網站 我先給你看 home的好了 這裡有個organize 好 我關注的網站其實好多好多 你可以看到我這裡有 我還有分關鍵字 有做標籤 這裡有 有沒有發現我關注很多網站 這些都是一個網站 你看這麼多 可是 我也沒有辦法 每天 有事沒事就去這些網站逛一次 不可能啊 你怎麼知道那個網站有沒有更新 萬一你去了沒更新 你下次會不會再去 你可能就會考慮一下嘛 每個人都是24小時 時間有限啊 所以你可以用所謂的RSS訂閱 什麼叫RSS訂閱 各位有沒有看過 很多都會有 哇 你們這邊看不到 有啊 橘色的那個 對對對對對 橘色的那個 這個符號 上面那個 很多網站都有啊 那叫RSS啊 事實上這不是新的服務喔 這是很早以前就有了 以前我們看網站是 你主動去看對不對 所以這個 中文RSS以前叫做主動推播 就把資訊自動送到你前面來 所以其實我們用這個 就有點類似各位在用Google 一樣 我只要進到搜尋已經 早就有了 我不用到每個網站真的去看 所以呢你可以去訂閱 可以去訂閱 那你在這邊如果你要訂閱 比如說像 像一般最常見就是部落格 部落格一定會有 比如說像 你到我的這邊來 他就會給你一個這個 RSS訂閱的網址 在這裡 有沒有看你 是要看發表文章的 你就可以看你要哪一個 你就隨便點下去 他會給你看到一個網址 比如說點到這邊 這個內容 你想說看到這就完了 馬上就走著 不用擔心 因為這不是要給你看的 我們要的是上面這個網址 你把它複製起來 到哪邊 到這邊 你可以增加內容 有沒有 這個add content 增加內容 上面這裡 增加內容 你就把那個網址貼進來就好了 他就會幫你去找 他會幫你去找 那如果有在下面就會出現 在下面就會出現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把它加到 你的自己的裡面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裡面 為什麼那麼多 其實我從這邊進來 好 現在又在loading 等他一下 那我這邊 比如說我有這個 來自這個網站的 來自這裡 來自這邊 教育廣播電台的 還有別的地方有沒有 有新的才會來啊 我在這邊看就好了 而且如果我現在要看 假設我要看這一則 我就打開 有沒有就直接在裡面看了 我有沒有需要再翻牆 翻到他們家去 不用啦 在裡面就先看完了 當然有的 他會比較屬於摘要 有的那個RS是摘要 有的是全部文章 每個網站 使用的方法不同 如果真的是文章 只有摘要的 我會從這邊再點過去 從這邊再點過去 那麼其實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拿來閱讀 是一種方法 但是這樣不會成為你的資料庫 所以你要善用一個東西 叫做標籤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東西 你看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叫TAG 點下去 你一定要為你有興趣的 有需要的資料 做一些分類 做一些分類 有沒有 我有做很多的分類 如果不夠 沒有在裡面的 就再增加 那萬一這個標籤 比如說這個標籤 我可能是一個 不夠的 你可以再增加 可以再增加 我可能同一篇文章 也許是兩個以上的標籤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以後 我就可以從什麼 從標籤來找 我的資料 比如說 你看我左手邊 在這裡 下面這邊 最近3D列印很紅 所以 我有看過那些資訊 有沒有在這裡 有看過的3D的 列印的資訊 我覺得適合 比如說可以做教材的 可以做薪資分享的 我就把它關注一下 那麼我要找資料 或者要點3D列印 裡面通通都是 跟3D列印有關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這樣我的知識庫 會不會比較豐富一點 會嘛 就好像你看書 會做筆記的意思一樣 這種動作 要什麼時候做 叫做 平常功課 因為你平常就要做到 不是 每次都Google一下 因為有時候Google也會找不到 或者是有時候Google 排在比較後面 你沒看到嗎 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隨時有新的東西出來 那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RSS訂閱完 你在幫你的感興趣的內容 幫它怎麼樣 做這個 關鍵字 標籤一下 這樣就比較好 就比較好 那萬一 如果 這個網站沒有提供RSS 怎麼辦 那你還是要每天都去看嗎 還是麻煩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沒有提供 我們就用強的 用強的 就只好你怎樣 強迫來啊 強迫用另外的服務 幫它轉成 適合的RSS啊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來 這裡 我有一個叫做 這個 Page to RSS 這個是我特別針對 沒有提供RSS服務的網站 因為 雖然說RSS服務很重要 但是畢竟還是有些網站沒有提供 那怎麼辦 你可以來這邊 這個是一個那個叫做 Google的擴充元件 你可以從這邊 你找到這裡 我們在工具裡面喔 Google你從 左上角那邊進來之後 在工具 你會看到一個叫做 擴充功能 有沒有 擴充功能 它有很多 其實很不錯的 那Page to RSS 是其中一個 你可以記一下這個關鍵字啦 待會兒你可以找看看 Page to RSS 如果這個網站 它支援的話 就是它支援可以變成RSS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 這裡 假設這個網站 它支援的話 它在上面這裡就會出現剛剛那個圖 我進來 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網站如果支援的話 它是不是就 你們看不到 這樣我看到了齁 在網址那邊會多了一個這個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訂閱 按一下 它在樓頂 有沒有 它就問你說 這個請問你要怎麼訂閱 OK 我就Feed的這個網站幫它訂閱 然後呢 它就會加到這裡面來 這樣你清楚了嗎 所以 萬一網站沒有提供 我們還是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 當然 那個精準度就沒那麼高 它會有變更的時候 會通知你 但是是不是每次都 就是 變更 都有通知到完整的 可能 就沒有那麼多 還是有差一點點 可是至少 它有變更的時候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所以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 就有比較大的好處 但是目前 Feed的裡 有一個比較它做不到的 哪一個它做不到 你知道嗎 是讓Google 在的時候 Google Reader在的時候就很好 因為Google Reader 支援全文檢索 可是Feed的裡 如果你要做全文檢索 很抱歉 付費的 很討厭 怎麼辦 所以我找了另外一個網址 來 這裡 各位你看一下 在我們的那個 數位學習平台上 我有把這個網址放進來了 在這邊 有沒有兩個 Feed的裡是我們剛用的 下面這個 我如果再訂閱RS的時候 我也會同步那邊訂閱 但是我平常不看那裡 因為下面這個網址 我是拿來做全文檢索用的 你了解嗎 因為我們在Feed的裡面 它支援標題 可是有些我們要的內容 它是在內容裡面 那它就做不到 你要付費的 付費也不見得找的比較好 所以我就用下面這個 叫做 ino reader 那麼它支援全文檢索 我進去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叫做ino reader 那我的訂閱的話 我會在這邊同步訂閱一份 但是最重要的 我是要用它的搜尋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打我的關鍵字 因為支援中文 所以打完了 我的內容就可以直接找 反正就是把原本以前google reader做的 就是分成兩個網站再去做而已 因為說真的 現在的資訊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沒有找到好的方法 去做這樣的收集的話 你會發現 喔好累喔 光是收集資訊你就要花很多時間 對不對 劃車的賣服 還有網路上那些東西 所以你看變化那麼快 那這些資料並不是存在你的電腦 而是存在雲端嘛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這個第二個主題 我覺得可能要跟各位 一定要分享 就是打造你自己的雲端知識庫 那這樣你有登錄之後 是不是你的東西都在上面 你隨時就有很多 隨手可得的一些 你以前的資料 總比你寄筆記以來也快很多嘛 對不對 那些資訊來來去去的沒有關係 反正我收集起來 什麼時候會用到不知道 但是你平常有在做功課 以後你慢慢累積越多資料庫之後 你就會發現 哇原來我以前收集那麼多 跟你看書意思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很強調跟各位分享的 你可以嘗試看看 會啊會啊會啊會留著啊 除非那個他查不到 除非就是他原始的那個資料 已經沒有了 對 都 對啊 當然 當然 如果比如說你已經不訂閱了 那當然那個資料就 在啊 都在啊 那是有加信號的 沒有沒有沒有應該沒有吧 我印象中是沒有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加信號 因為加信號只代表說 這個你覺得比較重要而已 那麼在Feeder裡面 他就沒有信號的 他只有稍後閱讀 因為如果你只是拿來閱讀資料 其實你用哪一個reader都沒關係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要的是 你要經過整理後的資料 才能夠變成對你有用的資訊 所以 那個什麼 那個標籤 你就是要加進去 這樣才會比較好用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最重要就是要他的全文檢索 這樣子 好 這樣OK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好